白宫现场响起轻快音乐 所有来宾都随之起舞摇摆身体 但唯独美国总统拜登 身体僵直动也不动宛如雕像 整个人仿佛系统荡机登出 画面相当妥兀 这一幕当然没被对手放过 川普竞选办公室在社群媒体X嘲讽 灯亮着却没人在家 出席六月节 或称解放黑奴纪念日活动 拜登诡异定格一分钟 呆笑不眨眼影片疯传 而且不止一次表情放空发愣 久久才回过神 认知能力下降的报道 近来评登媒体版面 最新民调更显示 拜登支持度下跌至37.4% 创下任内新低 雪上加霜的是 拜登儿子非法涌枪案 11日遭法官判决 三项罪名全数有罪 成为美国第一家庭首例 堂堂第一公子杭特 2018年应在读影期间买枪 并在提出强制申请时说谎 三项重罪刑期合计最高可判 25年监禁与75万美元罚还 外界预料杭特将会上诉 但恐冲击拜登选情 尴尬程度不少于因封口非案被判 34项罪名成立 等候宣布刑期的川普 为美国11月大选在天变数 三地新闻全片的报道